马云香港露面发表讲话 同时阿里巴巴的股价开始暴涨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之前大家所熟悉的中国知名的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 纵所周知的话 一年多前自从马云在上海发表讲话 蚂蚁金服的上市被叫停 中国也开始了针对互联网企业的多轮政策性的压制 那使得包括像阿里 京东 腾讯 甚至于像美团等等一系列互联网企业的股价 在过去的12个月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马云之前所创立的阿里集团 它的最高价格在港股上市时期 曾经到过一股300港币 但是在今年应该说在上个月最低的时候 仅仅只有130港币 这个跌幅甚至于超过了接近60% 我们要知道同一时期 像欧美的互联网企业 在疫情之后 由于政策性的帮助 像低息 印钱等等政策 他们的股价 对比疫情之前普遍上涨幅度都在30% 最高的达到70% 但是作为中国互联网企业 或者说是网上购物的龙头 阿里集团的股价 则因为马云之前的种种传闻 而被一直压制在200至150的范围 那么在一年多后 马云在上周首次在香港露面 并且是发表了讲话 有传闻他也是去欧洲考察 不管他在香港还是在欧洲 首先他的正式的出现 并且发表讲话 也是给了市场非常大的信心 虽然现在不能完全确定 针对于阿里集团或者是蚂蚁集团 整治已经结束 但至少说这个信号就是 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所以在过去的10个交易日 大概是最近的5天 虽然从10个交易日中 阿里集团已经开始上涨 但是真正的大涨 实际上是从上个星期开始 阿里的股价从大约135港币 一路是上涨至在本周三交易日中的178 涨幅是超过了30% 实际上根据国外分析师 很多国内的券商的 以目前的估价的方程来估计 阿里集团准确的说是 去掉了蚂蚁的阿里集团 它的合理估值 现在至少是应该在280到350之间 这个价格实际上是在疫情爆发之前的价格 如果我们把这个疫情之后的降息 以及印钱等等刺激措施加上去之后 这个股价至少还应该往上上涨20%到30%左右 不管它是不是上涨 至少如果能够回到之前的300 对比现在它的价格178 涨幅也有接近于80%的空间 当然了 我们知道蚂蚁的上市应该目前依然是没有任何的眉目 但至少阿里集团的股价从130上涨到178 接近于180 对于很多中资背景的互联网企业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正面引导作用 因此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类似于阿里美团这些企业 在过去6个月下跌比较多的 这次或许会因为马云的露面 而重新出现一波新的上涨 对于阿里集团未来的走势预测的话 我本人其实在去年已经发表过多次的观点 其实现在马云早已退出了阿里的董事局 实际上虽然他是控制着蚂蚁集团 但是对于阿里来说的话 他早已交出了控制权 而且阿里又占据了目前网上互联网销售的头把交易 随着中国目前越来越多 是需要国内消费来刺激经济 因此对于互联网金融 你可以进行管理 但是绝不可能让它完全消失 所以说在真正有一家 能够完全替代天猫和淘宝之前 我个人认为阿里的价值应该依然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从长远来看 马云的出现 我个人认为对于阿里 乃至对于整一个中国的互联网商城 或者是互联网营销企业来说 它都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什么呢 就是国家希望 民营互联网企业能够继续拉动就业 继续帮助经济 继续提供给普通大众优质的消费品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